你知道戴老大最终是如何继承二级神奇战神神位的 在考核期间 武魂与魂环都被封印 这也给戴老大带来巨大的困难 随着三神大战结束后 唐三和小五也先行飞升进入神界 小傲和荣荣也在继承神奇的考核 戴木白为了继承战神 更是拼命修炼 最终也成功继承了战神二级神奇飞升进入神界 那场大战已经结束了很久很久 小三和小五已经去了神界了 朱青也踏上了属于他的路 我们约好要一起走过属于自己的路 在另一端的探图会合 前往那永恒的世界 尽管我的魔魂已经被封印 尽管我没办法用出任何一个魂魂 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向前的决心 向前 只能不断向前 小三能做到的 我也一样能够做到 尽管小三是我最好的兄弟 但我也绝对不想输给他 小三 你等着我 老大一定会来找你的 到那个时候 我们兄弟再拔就掩魂 你的武魂是蓝阴草 那不是典型的废武魂吗 没有废武的武魂 只有废武的魂是 说得好 能比我用出这第三魂器 已经算我输了 也不知道